大家好,我老肉 今天咱来介绍一种人气特别高的猫 兔孙 堪称是猫科动物的第一网红 首先这家伙的身材 可以用金氏骇俗来形容 缩起来完全就是个大猫球 非常臃肿 然后它那张脸总是一脸严肃 看起来很不爽,很凶的样子 号称世界上最凶的猫 偶尔有时候又是一脸懵 有点呆的表情 总之不管神态还是动作 兔孙总有种生无可恋的感觉 好像什么都无所谓 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 一张标准的厌世脸 而且也就是这种慵懒的气质 让它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然后另外呢 好多人觉得兔孙那张脸 莫名其妙的有点像人脸 不太像动物 所以有人就分析了为什么会这样 总结下来呢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的脸很平 鼻子和嘴那块没怎么凸出来 这一点符合人脸特征 然后兔孙的耳朵呢 没在头顶上 而是偏两侧 而且也没其他猫耳朵那么尖 不论是位置还是轮廓 都有点像人类 最后还有一个 是他们的眼睛 其他猫的眼睛呢 瞳孔是条细缝 兔孙不一样 兔孙是圆形的瞳孔 跟人类的瞳孔是一路火 说可能就是这几个原因 让它看起来有点像人 不过作为一档专门聊动物的节目 光说长相 那肯定不行是吧 其实人家兔孙呢 不但相貌出众 而且从名字到生存之道 也都很有趣 甚至他们捕猎的时候 简直就跟会魔法一样 绝对是个超凡脱俗的家伙 很值得深入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的节目 咱就来聊兔孙的传奇故事 那么既然说兔孙是猫 那就得先搞清楚 它是指什么样的猫 在生物群分类里面呢 兔孙属于猫科 猫亚科 豹猫族的兔孙属 它是这个属的唯一物种 那么它跟谁关系最近呢 跟豹猫属关系最近 之前他讲过的鱼猫 就来自豹猫树 虽然关系很近 不过兔孙跟豹猫树 这几位的习性 差别可就太大了 鱼猫就不用说了 得下水逮鱼吃 属于是离了水活不了那种 然后另外几种猫猫呢 也基本都生活在森林里 尤其南亚和东南亚气候湿润的地方 最适合猫猫 不过你再看兔孙呢 画风一下就变了 跟上期的鼠兔和藏狐一样啊 这又是位喜欢高原山脉的高人 像什么青藏高原 伊朗高原 高加索山脉 蒙古高原之类的 净是些鸟不拉屎的地方 高寒缺氧 还生物匮乏 要不怎么说超凡脱俗啊 是吧 能在这儿安家的 那肯定都是狠角色 然后啊 咱再说兔孙这名字 我估计好多观众早就奇怪了 明明一看就是只猫 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呢 咱得好好说道说道 首先最有意思的解释啊 也是流传最广的解释 说的是来自突厥语 说以前游牧民族啊 在野外看到兔孙的时候 会大喊一声兔孙 是站住的意思 然后这兔孙呢 还真就站住了 而且还回头看 好像知道是在喊他一样 相当于他自己 都认可了这个名字 后来传着传着 就把兔孙传成了兔孙 有这么个说法 另外还有个解释呢 是把兔和孙这俩字 拆开来说 首先说孙这个字啊 大家都知道 一般说的是狐孙 指的是猴子 不过谁要说兔孙像猴子 那估计得去趟医院 看看眼了 一点都不像是吧 所以这个解释啊 得稍微绕一下 它跟另外一种猫科动物 有关系 就是舍利 舍利跟兔孙呢 那确实就有点像了 然后它又叫舍利孙 所以兔孙这孙字啊 就是打这来的 那么说完了孙字 咱再说兔子 这兔字呢 又分了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很简单 说兔孙缩成一团啊 很像兔子缩起来的样子 说的是形态像兔子 不是长相 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呢 说兔孙是因为爱吃鼠兔才叫兔孙 那么这个秘密逻辑啊 倒也说得过去 因为其他例子也不少 比如咱讲过的蜜欢 就是爱吃蜜的欢 再比如椰子蟹 爱吃椰子的螃蟹 都是以主要食物来命名 所以兔孙呢 就是爱吃鼠兔的孙子 是这么个解释 那么既然爱吃鼠兔啊 那青藏高原 可就是天堂一样了 据说那上面有12亿只鼠兔 兔孙当然不会错过是吧 不过面对寒冷的高原呢 兔孙的装备好像有点小问题 那么兔孙虽然看起来很大 很肥啊 但实际上呢 跟普通家猫差不多 身体和尾巴夹起来 大约80厘米左右 体重也就3到5公斤的样子 甚至比好多家猫还轻一点 所以为什么它肥成那样 还这么轻呢 诶 是因为它毛长 靠近皮肤的底毛 就有4厘米长 外层的背毛能长到7厘米 冬天冷的时候 甚至能超过10厘米 这个长度有多夸张呢 咱可以参照北极熊 也是要靠长毛预寒的家伙 说兔孙的体重啊 只有北极熊的一百分之一 结果毛的长度呢 竟然跟北极熊差不太多 你说它能不胸肿吗 所以说毛长这个事儿吧 可以算是兔孙的一大标志 然后除了毛长之外呢 兔孙的毛还非常非常密 说每平方厘米啊 指甲盖那么大地方 就能有9000根毛 什么概念呢 这次我亲自来跟他比一下 说我头上每平方厘米 要是能有200根头发 我就很开心了 兔孙竟然比我密45倍 就这么离谱 那么有了这件毛皮大衣呢 高原的严寒 那基本上不用担心了 所以兔孙的活动范围啊 甚至到了海拔5000米以上 比如2016年尼泊尔 有只兔孙以粪便的形式 在喜马拉雅5593米的高度 打了个卡 这是目前已知的 兔孙出现的最高纪录 非常了不起 那么虽然海拔5000多米都有兔孙啊 不过科学家们 在研究它们栖息地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它们好像更喜欢 冬天下雪少的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 比较容易想到的原因啊 就是积雪越厚 积雪时间越长 猎物就越稀少 所以兔孙不喜欢 不过经过观察发现呢 猎物少好像只是一方面 兔孙对雪地本身 也并不这么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爪子啊 好像有点怕冷 比如去年俄罗斯一家动物园 有只兔孙挺有意思 这家伙在雪地里蹲着啊 竟然把尾巴垫在爪子下面 感觉特别不想撑在雪地上 就像身上穿了件毛皮大衣 脚上忘了穿鞋一样 看起来特别呆萌 所以这只兔孙究竟是在卖萌呢 还是真的焦冷呢 野外观察兔孙的科学家们说了 说它们可能是真的焦冷 甚至在雪地里捕猎的时候 都显得很不适应 时间一长腿脚就被动木了 怎么办呢 兔孙只好一边聚精会神的朝猎物走过去 一边还动不动抖一下脚 靠抖脚来促进雪液循环 看起来非常滑稽 不过这抖来抖去的 也就更容易暴露自己 经常被猎物溜掉 所以它们不太喜欢下雪多的地方 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不过好在兔孙在入冬之前 总能把自己吃的特别肥 因为它们在草地上捕猎 实在是太拿手了 那么虽然也吃熟兔 不过跟藏狐相比 兔孙没那么专一 像是田鼠 杀鼠 吐蕃鼠之类的 也都是它们的常规食物 总之不是兔 就是鼠 都是些住在洞里的家伙 所以针对这些家伙 兔孙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捕猎技术 首先最重要的一条 咱之前聊藏狐的时候提过 就是要压低重心 因为草原上没什么遮挡 只有尽量贴在地面上 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靠过去 那么在这方面 兔孙有两个先天条件非常有利 一个是它们的小短腿 可能是所有猫科动物里面 比例最短的腿 然后是它们的耳朵 没在头顶上 而是在两侧 整个脑袋压得非常扁 所以兔孙趴着走 真就跟贴着地面滑动一样 可以说已经扁到极致了 然后说兔孙那身毛色 它们主色调是灰色 因为喜欢住在乱石堆里 在乱石堆里的话 那隐蔽效果确实非常好 不过到了草地上 反差就比较明显了 所以它们捕猎的时候 基本思路就是假装自己是块石头 你会看到它往前挪几步 就停一会儿 再挪几步 再停一会儿 要是有灌木丛 就躲灌木丛后面 甚至有时候 你会觉得画面像是卡针了一样 一顿一顿的 这是因为它一直盯着猎物 猎物只要稍有警觉 它立马就定住 跟玩木头人似的 特别特别小心 最后看距离差不多了 兔孙就突然猛扑过去 不给猎物钻洞的机会 成功率非常高 然后除了高超的潜行技术之外 兔孙还有个招数 特别神奇 你会发现 它们在很靠近猎物的时候 经常会抖尾巴 就像给尾巴开了震动一样 一边摆一边震 那么这个距离 可能也就两米远 猎物明显已经看见它了 可神就神在哪呢 就是它只要开始抖尾巴 猎物就跟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就不会逃跑了 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真有这么神吗 哎 蒙古的科研人员 还专门做了个实验 他们做了根假尾巴 拿来斗田鼠 结果呢 附近竟然有三只田鼠 同时被盯住了 就趴在那直勾勾的盯着尾巴 哪也不去 也就是说兔孙尾巴开震动 还真是有效 连定身法都用上了 看来这些可怜的田鼠们 已经完全被它拿捏了 那么说兔孙捕猎 还有个常用的战术 就是手动扣 一般来说 像田鼠这些家伙 都有好几个动扣 兔孙会观察它们 总结规律 找到田鼠最常出现的扣手着 这个战术成功率也很高 连刚学捕猎的小兔孙 有时候都能行 总之来说 只要兔孙想捕猎 那猎物基本上没得跑 这些家伙虽然看起来 有点肥 有点呆 不过作为一名猫科动物 捕猎这块 它们还是在线的 我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只要讲到猫 就有人关心能不能当宠物 估计这会儿 想养兔孙的人也不少 是吧 那么兔孙 能不能当宠物养呢 当然是不能 别说你家里 就算是动物园里 专业机构 兔孙养的也不怎么成功 现在世界上 只有很少数动物园 养了兔孙 中国来说目前只有 西宁野生动物园有 之前有只网红兔孙 可能有观众听过 叫孙思苗 他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 为什么叫孙思苗呢 就是说当年他第一次交配 大概只有四秒 所以就被无情的嘲讽了 而且还因此出了名 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兔孙 就怎么悲催 另外很不幸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孙思苗吃东西 卡住了喉咙 窒息死了 非常遗憾 不过好在 他还留下了一个后代 21年跟另外一只 叫孙上香的兔孙 生了只小兔孙 叫孙大娘 这名字起的咋样 咱先不说 好歹这是中国第一只 人工繁育 并且长大成孙的兔孙 可见繁育兔孙有多难 比养狮子养老虎可难多了 所以什么原因呢 目前认为 可能是兔孙免疫系统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自然气息地 都是高海拔地区 或者非常偏远的地方 那些地方的细菌 病毒 本来就少 相当于他们的免疫系统 根本就没打过什么大仗 一来到圈养环境之后 各种病就来了 很多对于加冒来说 小儿科的疾病 兔孙得了 就可能会致命 所以人工繁育的小兔孙 夭折率非常高 也就是这几年经验多了 养殖条件好了 存活下来的好歹多了一些 那么实际上 繁育兔孙这个事吧 不光动物园头疼 他们在野外繁育 也挺麻烦 因为兔孙的习性 是独居生活 而且他们的栖息地 都是地广孙兮的地方 想要交配了 先去找对象 就有点费劲 然后另外呢 偏偏雌性 窗口期还特别短 每年只发情一次 每次只有一到两天时间 要是这两天没遇上 那对不起了 只能明年再说 就这么惨 不过好在啊 只要交配成功了 小兔孙在野外的存活率 还不错 他们一般是早春交配 夏初产哉 每胎能生三到六只 入冬之前呢 小兔孙就能独立生活了 刚才说了 说兔孙捕猎能力非常强大 所以小兔孙 基本不用担心饿死 能不能活到成年 主要看天敌 那么说兔孙的天敌 还不少 你像是雪豹啊 藏虎啊 狼啊 鹰啊 这些家伙 都可能捕猎兔孙 兔孙谁都打不过 所以他们的主要防御呢 就是躲 小兔孙的话 一般不会离开乱石堆 平常打打闹闹都在附近 有危险就钻石缝 成年兔孙外出捕猎 遇到危险呢 就还是老办法 假装自己是块石头 不管是雪地还是草地啊 他们会无体投地地趴着 一动不动很长时间 有时候被雪盖住了都不会动 真的很像块石头 看来定身法这招啊 可以算是兔孙的招牌机了 那么兔孙的英文名呢 叫帕拉斯的猫 是为了纪念最早描述它的人 当时1776年的时候 德国博物学家 彼得西蒙帕拉斯 在贝加尔湖附近 最早描述了兔孙 现在来说啊 当年帕拉斯找到的是 兔孙的一个亚种 贝加尔湖兔孙 你像蒙古啊 西伯利亚 还有内蒙东北 都是这个亚种 然后后来呢 又发现了另外两个亚种 一个是青藏高原上的高原兔孙 另一个是中亚和西亚那边的赤色兔孙 一共这三个亚种 那么目前来说啊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那边 兔孙还是无微物种 2019年统计还有5.8万只 不过数量变化趋势 被认为是下降趋势 至于他们受到的威胁呢 过去来说的话 主要就是狩猎 刚才咱说了 说兔孙的毛啊 是又密又长 市场上很受欢迎 曾经每年有超过1万只兔孙被猎杀 后来法律保护之后啊 这块贸易就被禁止了 现在来说呢 主要还是栖息地丧失的问题 比如有些草原啊 因为搞灭蜀行动 兔孙的猎物就少了 另外有些村庄附近呢 人类养的狗 包括好多流浪狗 也成了个威胁 总之兔孙的生存压力啊 明显是比以前大了 本来就有点不爽的那两脸 以后可能要更不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